一直今天就是投票揭曉的日子 你會不會覺得緊張還是覺得非常有信心 我不會緊張啊 我覺得我們就是努力到最後一刻 我們的團隊大家非常辛苦 其實今天一早也都開始準備在我們的服務處作證 我們的議員今天都已經開始準備各個走開票所 去確認是不是能夠順利的這些業務了 大家繼續工作 我睡很好 昨天當副總裁的時候有跟陳西凡還有陳柏惟商勇 這個是不是一個提前慶祝勝利的一個狀況 不是 是一個互相擁抱跟鼓勵 因為其實就像昨天賴副總統說的 每一個來這裡選舉的人 每一個我的對手的對手 就是說我們這邊跟我們的對手在選舉的時候 都要提勇敢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選舉的這件事情應該大家都是 民主制度帶給我們的就是大家可以來抉擇我們的權利 交給誰去為大家做事這個事情 那其實就是去選擇這一個好的 願意努力的候選人來做事 但是在從世凱開始 我聽到賴副在講世凱那時候選舉的時候 甚至要讓自己的爸爸媽媽不要擔心 其實我聽了非常非常的心疼 就是說我相信這一路我們在這裡努力過的 我們這些同事們 大家其實都有一樣的心 就是要跟我們當地的民眾一起努力 今天投完票之後會不會下午早上還有回家的時間 你去哪裡 我至少要回家看一下媽媽 你今天好幾天沒有 我今天好幾個禮拜 好幾個禮拜沒有回家了 對所以回去跟家人看一下 然後再回來 媽媽看了這個轉播 知道世凱在選舉兩週要穿上長大飛行 他們有沒有很擔心的跟你聯絡 沒有啦他們昨天有來現場 那只是說我想他們剛開始我要選的時候 只是擔心太辛苦 那麼後來覺得我們民進黨跟基金黨 大家整個團隊這麼團結 這麼多人在跟我一起努力 我想他們應該就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會把媽媽努力你說什麼 喔就是想說加油啊 然後他們說很感動啊 對他們自己到 這幾次他們有時候會來我們的場子啦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啊旁邊的這個大哥大姐說了什麼 對 你這件衣服有特別選過嗎 喔沒有啊我一直都是這樣 這件是我很久之前的 對上節目之前都是有時候就有這種上下節的嘛 對 那他進來的時候有一對雙胞胎 他們好像也是一節省的對不對這樣子 嗯他們是我節省的嗎 對阿公說的 喔真的 我要跟他說我以前開刀很厲害耶 我自己的雙胞胎 從畫刀到下去到小朋友抱出來肚皮縫彎 不用25分鐘耶 很感動啦 那昨天我們在高鐵 烏日高鐵站那邊的現場 有一個小朋友來舉牌 說他是我接生的孩子已經三年級了 那所以很高興很感恩 我覺得有機會陪伴那麼多家庭 在他們人生很重要的時刻是 老天給我們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個任務 那就像現在我們能夠有機會參與這樣的選舉 跟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所有的地方的民眾 甚至全台灣的民眾 一起來期待一個民主制度很重要的轉型的一刻 我認為也是非常感恩的一刻 是那你的聲音有點雅 聲音都還OK嗎 可以啊 今天晚上還是能講話的 今天和玩票之後 揭曉之後不管結果如何 有沒有最想做什麼事情 除了跟家人團之外 最想做什麼事情啊 當然我們已經安排 就是原來既定的 比方說卸票行程都一定要走 不論是結果如何 我倒是現在比較有一點點 就是覺得說要花更多精神 是我要怎麼樣 我這樣一一的感謝這段時間 幫助我們的所有的朋友們 包含我們黨內的所有黨公子夥伴 然後像我們這幾個服務處 每天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志工 因為我們在外面跑 常常可能回去服務處的時候 都是九點多十點 志工都還在那裡幫我們折文宣 或者是很多志工來幫我們發文宣 其實我想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怎麼樣找個機會 再感謝一下我們這段時間 非常努力的五個服務處的這些 團隊夥伴跟志工們 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那你對於今天的選務跟秩序有信心嗎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那台灣的民主制度已經走到 這麼成熟的一刻了 所以希望說這一個選務都能夠順利的進行 那尤其全台灣現在就只有中建萬華的罷免案 跟我們這邊的選舉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 我們也成立了爭議精準器 這樣子的一個幫忙 注意追蹤每個投開票數的秩序 跟開票狀況 那我相信會有非常多的民眾 主動的來關心這次的選舉 我希望選務可以很順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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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